下一個是考試的提醒 就請問你在某某情況之下,福利誰大誰小 要做這個題目 第一個,你先要知道他是會成還是會福 請先判斷他是成體還是福體 然後,找公式來判斷 找什麼,通通找這個 福利一定是排開的義重 排開義體積成義體的密度 所以如果義體都一樣,密度都一樣 就看誰排開多 如果排開一樣多,看義體的密度比較大 你就會知道誰大誰小 所以通常都用這個公式來判斷 來決定我們的大小次序而 排開義體的體積成義體的密度 但是有的時候,條件這個公式不能用 用不了,沒辦法用怎麼辦 那就又把那個福體公式翻出來 福體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那如果沉下去了 就表示福利小於物重 所以會福起來的福利就會等於物重 會沉下去表示福利會小於物重 我就用這個方法來讓我判斷 福利會誰大會誰小 OK嗎? 第一,先知道會成會福 第二,找公式 BVD,排開義體積成義體的密度來判斷 這公式萬一不能用 找福利公式 福利等於物重,福體 沉下去,福利小於物重 OK?看題目 等值量的木塊,以外鐵塊 不知道誰裡面去 請問你誰的福利最大 你先猜一猜誰的福利大 你先想你覺得誰的福利大 等值量,誰的福利最大 好,來,看 第一路會成會福 會成會福 木塊會福,對不對? 鐵塊跟鋁塊會成 第二路,找公式 BVD,排開義體積成義體的密度 顯然沒救 為什麼顯然沒有救 你只知道都是水 BVD都一樣 你知道誰排開工嗎? 沒有啊 他給你等值量 值量一樣 有給我的身體的密度嗎? 沒有 我有辦法照理解到嗎? 不曉得 而且只能夠 如果都沉下去 還可以知道說 排開的體積就是全部體積 那浮著的話 木頭浮著 木頭浮著 木頭體積也不是排開體積啊 不曉得啊 所以這公式 沒辦法 用不了 用不了怎麼辦? 找浮體公式 浮起來的福利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福利小於物重 等下的物重 好,來,請問你誰浮啊 木塊浮嗎? 福利等於物重 不是木塊重 鐵塊跟女塊重 福利小於鐵塊重 鐵塊重跟女塊重 這三個誰重啊? 一樣重 所以你就知道 誰的福利最大 木塊有福利最大 因為他鐵負責 下的物重 答案就選A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 現在變成同樣體積的鐵球 銅球跟木球 而且我還給你的密度 現在不是問最大最小 是要請你排次序 鐵塊大 鐵球大於銅球大於木球 木球大於鐵球大於銅球 請你排次序 想法跟剛才一樣 先判斷會成會服 然後代公式 代公式 BVD來判斷 萬一不能用 找浮體 浮起來的時候 浮力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小於物重 現在該換女生還是男生 女生 現在該換女生對不對 換女生 可愛小女生 還是男生 忘了 女生 可愛小女生 1號 請問 誰 銅鐵一樣 銅等於鐵 大於木頭 銅等於鐵 大於木頭 唉 老師說 先判斷成服 誰會成 鐵球跟 那個銅球會成 誰會服 木頭會服 看你們都知道 比誰大的就會成 比誰小的就會服 對嗎 好 然後再來就是看誰 DVD 小公式 DVD 排開引擎的 硬度 它如果是沉下去 那就是 那就是 沉下去的 體積就是 排開引擎 就是全部的主機 然後密度都是水 不要管它了 好 密度都一樣 體積都一樣 好啦 所以 鐵球跟銅球都會成 就排開全部的體積 然後體積還一樣 都去成我一體的密度也都一樣 現在兩個福利誰大 一樣大 兩個就一樣大 那可是 木頭是服對不對 木頭是服 它有沒有全部排開 沒有 它排開的體積 就比我全部體積來的少 所以全算就會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呢 福利就會最小 最最小 所以答案就是 鐵球等於銅球大於木球 這又是我們判斷的方式 好 重點 請你學會我教的程序跟方法 一 先知道塵排福 二 頒公式 頒BVD來判斷 如果這個公式沒有辦法幫我判斷 找浮體原理 如果浮起來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福利會小於物重 我們就如此來判斷 OK